还债的妈妈 这是由木叶片先分享的第161个因果故事 这是一位莲友的无私分享 以下的我指的是这位分享的莲友 我妈是55年生的 曾在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中 侥幸没有被饿死 因为外婆的重男轻女 妈妈小时候吃过很多苦 但她人生的真正苦难 却是从我出生之后才开始的 我出生时 由于灯光原因始终只睁一只眼睛 爸爸以为我是瞎子 又见识女儿非常生气 便狠心将我们母女二人丢下了医院 当时没有电话 妈妈的娘家人并不知道她生产了 于是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饿了几天 是同病房的人心生怜悯 把食物分给妈妈吃 妈妈才挺过去的 三十年后 当年分食物给妈妈的老阿姨说起这事 依旧泪如雨下 她说她活了一辈子 没有见过像爸爸这样狠毒心肠的男人 爸妈是惊人介绍认识的 妈妈嫁过来后才知道 爸爸是个游手好闲 品行恶劣的赌徒 她经常便卖家里的东西去赌博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 她甚至把米卖了换钱去赌 我们是饿得肚子过的年 修房子上粮时 爸爸把修房的钱拿去赌了 导致我们家的房子没有房顶 她如同一个吸毒上了瘾的人 拼命地四处骗钱 又打骂妈妈 逼她拿钱出来给她享受 有一次她手里有一把糖果 却并没有给我 而是给了别人家的小男孩 她轻视女娃 觉得只要没让我饿死 就是莫大的恩赐了 我没资格吃糖 我很小就下地干活 母女二人靠种田养鸡 养活我的父亲 还要给她赌博的钱 我们常常一年到头 都吃不上一次肉 因为所有的钱 都被爸爸拿走了 我们没钱买衣服鞋子 大冬天的 我和妈妈被冻得瑟瑟发抖 邻居看我们实在太可怜了 就经常试舍衣物给我们 一次 有个邻居嘲笑妈妈 穿得比讨饭的还破烂 面对嘲笑 妈妈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默默干活 而爸爸听到邻居的嘲笑 非但不帮我妈说话 还和邻居一起笑话她 她这个死婆娘 穿成这么差 影响世荣 她也不想想 为什么我们穿得这么破烂 还不是因为舍不得买衣服 而且钱都被她输光了 那时候爸爸一出去赌 就是几天几夜 一回来就喝酒 然后经常打骂妈妈 她每天泡在茶馆里 有时候还带领一堆狐狂狗友 到市里吃喝嫖赌 只要我妈吭声 她就说要杀人 最后拿刀出来 要杀死我妈妈 我当时很小 拿着一个木棍去帮妈妈 幸好邻居拉住 不然早就家破人亡了 妈妈没想过要离婚 原因很简单 嫁机随机的思想 在妈妈的婚面里根深蒂固 而且她怕赛婚后 后把对我更不好 也怕娘家人担心 所以她只能洗手地 不让这个家破裂 要坏只怪自己命苦 同学们都知道 我有个坏爸爸 所以在学校 我经常会嘲笑受欺负 有一天奶奶的佛友 揪婆婆 一个会关因果的老修行人 告诉我妈 以前妻室都是修行人 上一世收养了一个孤儿 但你又骗了一个女子的钱财 害得这人自杀 今生 那个自杀之人 转世成了你现在的老婆 她是来向你讨债的 所以会百般折磨你 但当时我妈不信佛 也不是因果 就这样艰难地过了十多年 我十九岁那年 我爸因为赌博和人吵架 被人打得眼睛残疾 他怕邻居笑话 于是把家里的房子 卖了换成钱 远走他乡 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爸爸卖了房子后 天天赌 钱快要输完了 一个亲戚 看我们母女太可怜了 给爸妈介绍了工作 让我们有口饭吃 也让我的学业得以完成 这个对我们有大恩之人 后来被我爸骗了他五千元 想赖账不还 但我后来帮他还了 如此大恩 其实用钱可以回报的 妈妈感叹人生太苦了 但他的眼泪 年轻时就流干了 有一天他走在路上 一个算命先生 拉着他说不要一分钱 给他看一次因果 当时我妈并不相信算命 但想着不要钱 就听了一下吧 算命先生说 大姐 你这一生命太苦 菩萨都会流泪啊 你嫁得这个人 吃喝嫖赌 样样精通 还打你骂你 现在房子都让他变卖了 你活到五十多岁 连家也没有 但你不要难过 过几年 你还是会有房子的 以前是欠了他的钱财 害他自杀 他自杀前对你有称认心 所以一见你就打骂你 你不要恨你老公了 这是报应 但他这一世 坏事干得太多 本来可以活到七十多岁的 但活不到了 你要多行善事 会提钱还完业债 你的善报也将成熟 钱是你受养的孤儿 今生投身成了你女儿 他将来会学佛 带你一同入佛门 你的后福无量 妈妈这时突然想起 十几年前秋婆婆所说的因果 竟和算命先生说的一模一样 她觉得这不是巧合 她这次听到了佛法二次 感觉很亲切 但这时的她机缘还没有成熟 并没有立刻学佛修行 只是从此以后 她不再贪心命运 天天只知道辛苦劳动了 她没事就出去转转 做做善事 也是从那时起 她的心态变了 无论生活有多苦 她仍然每天保持好心情 爸爸打她 她不还手 爸爸骂她 她不还口 每天脸上都有笑容 她坚持行善几年后 也就是在我26岁那年 我遇到了佛法 也开始劝妈妈多念佛后 那年妈妈也开始正式学佛了 也是那年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 卖主以极低价出手 两层连铺面共160平米 采卖13.5万 结果三年后 房子增值到近30万 当时我们首付了几万 就买到了 有了房子 妈妈做小生意养活爸爸 爸爸实在太坏了 不孝顺奶奶 还经常辱骂奶奶 奶奶都是妈妈在照顾 后来奶奶死后 爸爸第一件事 就是搜查遗体上 有没有值钱的东西 爸爸把奶奶 遗体上的钱收走拿去躲 最后还把奶奶的佛经 烧光了 还傍佛 傍僧 烧佛经不到一月 她就被查出癌症 然后她更加疯狂地吃肉 还叫我们借钱给她治病 并且一如既往地滥赌 有一次妈妈劝了她几句 她就用钢筋打骂我妈妈 妈妈不声称恨 也不还手 任由她打 最后还是邻居出手救了我妈妈 在场的邻居都骂我爸 你这个人太狠心了 你老婆不过劝你几句 你就要用钢筋打死她 她不是打破你 她是让着你 妈妈后来告诉我 说那次爸爸打她 她居然不觉得痛 爸爸的病情日渐加重 花了七万多 眼看着快不行了 我顺了妈妈的意 慈崩回来陪爸爸最后一场 那时我们母女每天精心照顾爸爸 她还是一样骂人 只是再没力气打人了 我看到妈妈经常在佛像前 祈求菩萨保佑爸爸的病人好 可病好了 无非是继续大骂她 我问她这样做值得吗 妈妈没有回答 还是坚持求菩萨 多年不流泪的她 又开始爱哭了 不久爸爸走了 是无痛走的 她一生做了很多坏事 没想到在临终时 她还是念了佛号 妈妈这一生 确实太辛苦了 57岁时 她看破了人生的无常 生起了初离心 这些年 我妈做了很多善事 我举几个 她只有小学文化 认识的字不多 但却自学中医 看完了几本药书 并以自己所学 救过几条人命 其中有个未出血晕倒的 是被我妈急救过来的 这个阿姨从此把我妈 当成她的救命恩人 邻居的小孙子在路边玩 差点被车撞 是妈妈奋不顾身救人 后来邻居感恩 常给我妈送蔬菜 妈妈却将菜转送给了别人 她经常在自己的店铺里 放感冒药或是中药 方便路人 有得癌症病人 她就不失中草药 她免费给人药方 并治好了很多人的病 自己却分文不去 她做小生意赚的钱 一部分用来放生 或经常不失给穷苦人 她还经常给进老院的老人 送吃的和穿的 每每看见乞丐 她都会买两个饼 一瓶矿泉水 并拿衣服布施给他们 妈妈每天坚持念佛号几千遍 她说自己寿命不多了 要抓紧时间休息 我给她讲佛经 她一听就生信 今年她说 万一有一天她死了 叫我不要难过 要把她余下的钱 全部拿去放生 并将她的骨灰 或的面粉放入河里 护士给水族众生 如今妈妈还是每天 做她的小生意 那一件东西 哪怕只赚几毛钱 她也很欢喜 因为这个钱 又可以用来放生了 如果你还在抱怨人生不幸 抱怨生活不公平 抱怨你的老公老婆 对你不好 请多看一下 我妈妈的修行故事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我不敢说假话 她55岁才遇佛法 57岁生初离心 才修行了三年 她特别地珍惜这个缘分 木叶拼仙感言 两个人能成为夫妻 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这都是前世种下的因 今世结出的果 夫妻之间的缘分 就如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缘分一样 有因讨债成夫妻 也有因报恩而成为夫妻 因债而在一起的夫妻 多是备受婚姻的痛苦折磨 而因恩在一起的夫妻 多是生活融洽和和美美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有些人一看就不喜欢 而有些人一看就心生欢喜 这都是以前的因 结成了如今的果